注意看 这是发生在餐厅让人愤怒的一幕 一名眼镜大叔在餐厅就餐 嫌弃桌子太脏 随后挥手叫来了服务员 表示桌子太脏会弄脏自己的衣服 并且缝隙里面还没有收拾干净 紧接着服务员仔细地再一次擦拭桌子 可就在这时 服务员在端起桌上的豆浆擦拭桌子 一个没注意将豆浆撒在了桌子上 眼镜大叔的表情立刻表现得十分不满 随后服务员连忙道歉的同时 想把撒在桌子上的豆浆重新擦掉 但被眼镜大叔拒绝了 他认为服务员是故意将豆浆撒在桌子上的 服务员开始小心翼翼地向他道歉 但是眼镜大叔依旧不依不饶 他接下来的一些话语让人非常的气愤 知不知道顾客就是上帝啊 我来花钱消费就是大爷知不知道 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的服务员站在原地不知所措 而一旁的眼镜大叔并没有因为服务员的道歉 而停止对他的指责 他认为工作就分三六九等 服务员永远就只适合在最底层 面对服务员的不知所措 眼镜大叔突然站起身来 用手拉扯了一下服务员 并询问豆浆撒到自己裤子上 要怎么解决 而此时的服务员 面对眼镜大叔的咄咄逼人 只能站在原地不停地道歉 并将洒落的豆浆免单 这一幕引起了后面用餐的女孩所注意 她仔细聆听着 而这一边的眼镜大叔 也拒绝了服务员的免单 坐下来后再一次地指责服务员 别装可怜 嘴里不停地说着 服务员就是伺候人的 这一番话让后面的女孩 直接有些按耐不住 表情明显有些愤怒 面对眼镜大叔越来越激烈地指责 不远处近来取餐的外卖大叔 也注意到了这一边的情况 站在原地观察了几秒后 笔直地朝服务员走了过来 同一时间 不远处的女孩也站起身来 来到服务员身后 笑脸相迎地向眼镜大叔解释着 而那位外卖大叔也同样是笑脸相迎 姑娘努力地解释着服务员的过错 并向眼镜大叔再一次地道歉 而外卖大叔在尽力安抚眼镜大叔的同时 拿起了桌子上的抹布 并默默地收拾起了打翻的豆浆 擦干净后便示意眼镜大叔换一个桌子 只见他拿起了眼镜大叔的包 并弯曲着身子指引着另一张桌 大叔同样从事着服务行业 或许这样的经历早已不止一次 而此时的眼镜大叔 面对两位好心人的介入 也不好再多说 拿起桌子上的包包 并指着服务员 以后再也不会来这里吃饭了 随即便离开了 随后 外卖大叔并没有上前安抚服务员 而是默默地离开了 或许是因为着急送餐 而另一边 女孩开始安抚起服务员 并邀请服务员到自己桌子上聊一聊 随后便说起了自己的工作经历 认为那位眼镜大叔是因为自己工作压力太大 所以借此机会找存在感 让服务员不要太在意 我们可以看到 此时的女孩正在不停地安抚着 受了委屈的服务员 很快在女孩的安抚下 服务员也敞开了心扉 可就在女孩起身 帮服务员拿喝的同时 那名外卖大叔再一次出现在餐厅中 不假思索来到服务员面前 并细心地叮嘱服务员让他不要害怕 犯了错 道歉并改正就好了 服务行业这些都是正常现象 叮嘱完后 外卖大哥又匆匆地离开了 在这里我们为两位好心人点个大大的赞 让更多的人关注到他们 一句简单的关心或者问候 或许能让身边乃至更多人充满正能量 下面这个视频中发生的一幕 同样让人感动 注意看 视频中一个肩扛背包手拿铁碗的中年妇女 来到一家餐馆门口乞讨 看她的样子 貌似几天没吃东西的样子 估计是饿坏了 只见她不断地在餐馆门口徘徊 向来往的客人乞讨 希望能够获得一点东西填饱肚子 可没有人搭理她 来往的行人都静止从她面前走过 可尽管如此 她也不敢进到餐厅里面去 因为她怕要不到东西 还被人赶出来 这时 一个外卖小哥骑着小摩托 来餐馆取她的外卖 女人看见外卖小哥便上前向小哥乞讨 希望她能给自己一些钱 或者吃的 外卖小哥说 自己很忙 没时间帮助她 让她去找别人吧 女人很失落 可是她还是没有离开 又过来了一个顾客 还是没理她 过了一会儿 外卖小哥取完餐出来了 女人又上前乞讨 这次小哥没有拒绝 只见她快速转身 再次回到了店里 等待了几分钟 小哥拿着一包吃的出来了 把吃的递给了女人 女人很激动 向小哥表达了谢意 不得不说 还是好人多啊 让我们给这位善良的外卖小哥 点一个大大的赞吧 他的一个善意之举 也许能让可怜的乞讨女人 收获满满的感动 一开始 虽然拒绝了她 但内心的善良 还是驱使外卖小哥 要为这个可怜的女人 做些什么 如果每个人都能在 别人需要帮助的时候 伸出援助之手 尽自己所能去做些什么 那么我们这个社会 一定会变成一个 温暖的人世间 好了 今天的分享到这里就结束了 走进人世间 传递正能量 感谢您的观看 我们下期再见